这次我们会讲一讲这个郭云生先生 秘传下来的一个练崩拳的方法 崩拳叫大气大落如水之翻浪 你就要有身法 是吧 你就要有身法 要把对方这个力量给克服掉 你在打崩拳的时候 你有身体这个冲劲 你不一挑就把对方给挑出去 很多人打崩拳就是长方形不动 刚动手 那相当于你的长方形 一会儿到这儿 一会儿朝向这儿 这只是有手法 大家想想你的手法好还是身法好 当我们两个人架出之后 如果你刚打手 对方顶住 他捧住你稍微捧肩大一点 你根本就捧不住 而对方捧肩再大一点 你自己就站不稳了 就把你掀出去了 这是装功的厉害 但是你有身法的话 对方一捧你 你稍微一引他 一下不就把他给撞出去了 对吧 这是利用了一个摇闪的身法 打起对方下手也能打进出去 那假如是我打一个后手的话 对方这样现在压着我 我刚动手法 对方顶住我根本压不出去 对吧 但是你要是有身法的 是不是一挑就把对方挑起来了 这个过程中 稍微一引 是吧 你的身体就对着他脸了 就一下就把他打出去了 所以你打崩拳是要有身法的 就打起打落如水之翻浪 下面说的方法 郭云生先生传的这个崩拳的 河北派的老练法 一定是建立在你这个崩拳队的基础上 郭云生先生当时是怎么练的呢 那我用一个腰带 当对方拉住的时候 你打崩拳 你不能自己打呀 你要是刚动手法 有个人拉住你 你根本打不出去啊 那这怎么办 我们崩拳就打起打落如水之翻浪 你就要有身法 是吧 你就要有身法呀 要把对方这个力量给克服掉 但我们现在打崩拳 一般都是平平的往前打 对方拉住就打不出去 对吧 你的身上呢 你的身上呢 你这个猛的冲的这个劲呢 所以你有这个基本功的话 对方再架住 稍微低一点 你在打崩拳的时候 你有身体这个冲劲 你不一挑一把对方给挑出去 是吧 那如果我们没有这个小伙伴呢 我们可以用个阻力带 你可以拴到一个墙上去 这个阻力带是我截了大概是四分之一吧 你把它拴到一个树上 一个东西上也行 你打崩拳 你你这样打特别拉紧了啊 拉紧了之后 你再往前迈 你直着往前迈是很难迈的 你有身法 这就不一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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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你每一下 每一下往前打 都有你整个身体调动的这个劲 对吧 你这个崩拳就跟之前的崩拳不一样了 这是河北比较啊 秘传的一个这个 两人配合的一个崩拳的练法 主要练习身体的往前冲的劲 当然它也可以像P拳一样 我们打活装 就是让一个人 我们P拳前面的视频讲过啊 稍微的一撑 你用手去撞它 对吧 也可以这样去打 躺躺躺 这个和打P拳一样 从这发到头 我们上期讲的一样 所以里面的一个核心 都是你不能自己空练 你自己打 你觉得自己 这个劲够的大了 但你和人搭上手 人家一改变方向 你就没有了